孙先生说他是中家中介公司的负责人 最近公司在销售湖州荣耀天成会这个楼盘 我们的话是在11月11号 然后进了一个客户 客户是上海的 然后约的是11月16号过来的话看房 然后呢我们在11月15号报备的 然后16号客户来了 然后付了这个定金 孙先生介绍荣耀天成会这个楼盘在太湖旁边 房屋性只是公寓 地是2001年拿到的 房子目前还在造 那位上海客户付了260万元全款 中介提成近10% 佣金是25万元 然后这客户是我们先报备的 另外一家公司也在 相当于两家公司撞单 25万佣金按照正常的话是一家是2万5 然后现在的话是钱 这个直接给到兑换公司 然后没有给我们 孙先生解释 撞单就是几家中介同时在场 带客户看了房签了合同 按照行规 佣金应该对半分 他提供了公司员工在微信群里的代看报备记录 还有一张总代理公司要求填写的客户确认书 客户确认书上写着撞单 到访时间是14点53分 离开时间是18点10分 确认客户是中家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推荐的 还有按厂经理的签字 孙先生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是通过一个网站联系上那位客户的 在行业内一个客户去好几个平台 同时找好几家中介买房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这个客户从近来 然后我们是四个人在维护 然后这个客户的话是我们进客的一个成本 是在1万5 加好人员工资的话 因为我们上个月 行情不是太好吗 只卖了 湖州只卖了这一套 人员工资加你2万 然后网络费用1万5 加起来3万多 孙先生表示 中介属于分销公司 负责给他们结钱的是总代理 湖州横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宝贝代看也都是跟总代公司确认 首先一点没有承诺任何东西 给到说这个一家12万5等等之类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之前我也讲过 给他也讲过 如果说有意义 走司法程序 我这边接受 他和另外一家都有宝贝 但是客户是人家带过来的 人家带过来以后成交代 按照我这边的一个判客原则 就是谁代客是谁的 我不看宝贝 因为我宝贝 每天都有人那么多宝贝 那天天都宝贝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不要做了呀 我们代访的一个标准 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这边有中介陪同客户 一起进来 然后第一时间把代看单填掉 两个单都写了 只不过说人家在第一时间 进来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把代看单写了 他们代看单是客户走完以后 然后后面填的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另一家公司的代看流程 更加规范 所以公司判定佣金属于对方公司 目前这个项目的佣金 都已经结清 孙先生觉得客户看房时 自己也在场 就属于代看 在代看流程上 你和那个公司 一样的 没区别 代看单我们也签了呀 前后不太签了呀 没有 前后 这个所有做房产的都是一样的 只要签了 那就说明这客户我们带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 成交的时候 不签照样什么呢 结钱 那只不过是这个项目 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 他们是主做这个项目的 主做这个板块的 他们舔他们 所以把钱给他了 孙先生说客户现在去了国外 没办法联系 至于另一家中介公司 他也联系不上 他打算继续和恒昌公司争取一下 拿到佣金 1818黄金眼记者胡周报道